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天氣預報 那我們首先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10月3號禮拜天是24節氣中的雙降 那麼雙降的意思就是說天氣漸冷 開始有降雙的意思 不過這是在北方 那麼在台灣來講的話 這個台灣平地在10月底這個時候 都還沒有這個節雙的紀錄 好那麼接下來來看一下 今天的這個天氣小丁零 第一點根本就是熱地影響 陰封面水氣多 北部東半部要嚴防好大雨 中南部天氣較晴朗 但是以海風浪比較大 南部海面來講的話 這個海峽的風浪也都是比較大的 接下來看一下微情形圖上面的說明 從圖案可以看到 目前台灣的這個東南邊 這個雲團就是剛剛提到過的瑞拉性滴氣 它禮拜五禮拜六很快的 會通過巴塞一下進入到這個東沙島海面 那麼對我們的影響來說的話 主要就是東半部這邊水氣會比較多一點 比較容易下雨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模擬圖 從木頭可以看到禮拜六的時候 這個熱地很快通過巴塞海峽 進入東沙島海面 那麼東邊來講的話 帶來了蠻多的水氣 所以說在這個禮拜六的時候 在這個銀封面的東北角 還有中北海岸一帶來說 這樣也會都會比較明顯 那花東來講的話 也有點鎮雨發生的機會 那麼同時呢 因為這個熱海擾動通過的關係 所以台灣附近的風浪都會比較大 特別是南部海面 台灣海峽南部 這個風浪會更加的 增強會更加的明顯的 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流場 預報 流場來說的話呢 禮拜六的時候這個偏東風進來 我剛剛提到過了 銀封面的這個宜蘭 還有這個東北角 北海岸一帶 都蠻容易下雨的 風勢部分 野海的風浪都會比較大一點 那麼到禮拜天的時候 變成是東北風下來 到時候的話 第一個銀封面的這個東北角 北海岸持續有降雨的狀況 同時在花冬 甚至在高平 台南 也都有一點降雨發生的機會 所以說呢 目前看起來 禮拜六呢 會下雨 禮拜天來說的話呢 雨勢也會更加的明顯的 好 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雨區的預報 禮拜六的時候呢 比較容易下雨的地方 當然第一個是在宜蘭 第二個是在這個 東北角山區 金龍北海岸一帶都比較容易下雨 那麼花冬有點零星陣雨發生的機會 那麼到禮拜天的時候呢 東北風下來 水氣多 銀封面的金龍北海岸 東北角山區這邊呢 降雨會持續 而且雨量會更大 那麼花冬地區 甚至在高平山區 甚至有點台南 都有點降雨發生的機會的 那麼整體來講的話呢 要等到呢 就是這個下禮拜一之後來說 這個水氣比較少一點 到時候的話呢 這個降雨呢 就會比較緩和下來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溫度的預報 北部來講的話呢 禮拜五呢高溫還28度左右 但是呢到下週 因為這個 這波冷空氣也都蠻強的 高溫呢 剩下大概22到23度左右 低溫跌破20度 只剩下19到20度之間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 下週感受起來呢 會比這週呢 還要再涼一點的 那麼在中部地區來講的話 下週的這個高溫 也是稍微的下降 在29到30度之間擺盪 低溫則是在22到23度之間 那麼呢 在南部地區來講的話呢 也會有點影響 下週的高溫大概在30度左右 低溫則在24度左右 那麼在東半部來講的話呢 這個氣溫也會有點下降 高溫在下週剩下25度左右 低溫大概在22度左右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今晚到明晨的天氣預報 好北部地區來講的話 是屬於多雲短暫正雨的天氣 低溫那23到24度 高溫那25到16度 中部地區呢 是傾倒多雲低溫那23到24度 高溫那27到28度 那麼南部地區呢 是屬於傾倒多雲低溫那24度 高溫那28到29度 東北角地區呢 有正雨喔 低溫那23到24度 高溫那25到26度 花東地區來講的話 也是屬於有正雨的天氣 低溫那24度 高溫那26到27度 那麼到明天來說的話呢 北部呢 是屬於陰正雨的天氣 低溫那23度 高溫那26度左右 那麼在中部地區來講的話 屬於多雲的天氣 低溫那23到24度 高溫那31度左右 那麼呢 在南部地區來講的話 屬於多雲的天氣 低溫那24到25度 高溫那31到33度 對北部地區呢 有正雨地位23到24度 高溫那25到27度 花東地區呢 持續陰正雨喔 低溫24度 高溫那29到30度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氣預報